B級教練 我現在已經持有一個 亞洲足血B級的教練牌子 這個球會就可以做到一個主教練 我記得當時考到B牌 是用了差不多六年的時間 給點力 給點力 翻轉頭一樣 到現在我上A牌 接近花了十年的時間 的確想灌輸正確的知識 足球知識也好 或者做人的道理 因為現在很多的足球員很容易放棄 因為我踢不到球 我就去打籃球 或者做其他東西 偏偏就告訴你 這件事是你的興趣 你做不好職業足球員也好 你都要全城灌注 掃字聲一天未完 都是要繼續 不論贏的波 也會輸入 起碼要堅持 其實跟我們 請教處的工作是相關的 例如我們聯隊在籌人士 有沒有堅持自己的底線 或者自己的價值觀 有沒有去越過呢 我覺得足球可以達到 比請教工作 都是一個經典的思想 或者經典的價值觀 外面的比賽可能有主教練 有助教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好像一個齒輪般橫環相扣 其實跟我們懲教處也是一樣 崗位是無份大主 可能有些是負責管理繁能 有些是負責探管 有些是負責探管 也可能負責收壓室的工作 橫環相扣 每一個齒輪停了 整個懲教處 我想都未必會這麼順利 所以每一部分的職員 都需要感受自己的崗位 令到運作上有些齒輪 有些齒輪